2022年全球粮食危机可能加剧 本期视频将通过为什么会爆发全球粮食危机 以及后期展望两方面来阐述这一问题 大家好,我是GoMax中文部分析主管Jacky 最近大家去超市的时候呢 会发现蔬菜水果的价格都有所上涨 西红市黄瓜等果蔬作为家常菜的必需品价格也有大幅提升 甚至部分猪肉牛肉价格也有20%以上的涨幅 那么在lockdown之后呢 可能日常视频类的价格还继续上涨 对我们日常生活会有一些影响 那么在澳大利亚 曾经20刀一只的新鲜龙虾自由也只是昙花一现 很快呢龙虾的价格就回涨到了正常水平 现在的超市里面黄瓜三刀一根小番茄三刀十个 花钱如流水更夸张的是澳洲生产的生姜和大蒜 一直呢都是全球最高价 可能有六七十澳币一公斤 新南威尔士州呢虽然已经到达29度的高温天气 逐渐进入了夏天 但是呢水果像葡萄的价格一直在十刀每公斤徘徊 每一颗葡萄都非常贵 不仅仅是澳洲全球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全球谷物植物油糖类乳制品 以及肉类价格上涨到了十年的新高 部分国家呢面临灾荒 澳大利亚呢就比新西兰要好一点 我们的邻居新西兰西红柿已经涨到了九块钱 一公斤西红柿炒蛋啊 里面是没有西红柿的 澳洲果树价格上涨的原因很简单 跟全球其他国家比较类似 首先是采摘水果和蔬菜的劳努力下降 打工度假签减少 入境人数基本为零 另外呢澳洲产量下降 稻米主要种植地新兰柿市周大米产量下跌90% 部分原因呢是2020年初的大火造成的 后续呢又产生了疫情 澳洲小麦呢已经减产1700万吨 2021年呢是澳大利亚12年以来首次从国外进口小麦 另外呢东南亚在2020年遭遇了蝗虫灾害 所以疫情期间呢很多粮食出口国的产量都下降了 也造成了进口价格粮食上涨 那么在疫情最紧张的时期呢 甚至方便面都属于战略物资 全球粮食产量在今年下降了30% 那么大概有8.5亿人每天会面临无法吃饱饭的困境 在去年呢由于干旱等其他问题 澳洲的牛群数量呢也下降到了2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目前呢奶牛的屠宰量下降了24% 牛肉的生产量减少了18% 肉类产品也开始涨价 在超市随便买的东西100刀就没了 那么随着之后 夏天来临采摘季节到了 但是呢由于封城 闭关等其他原因 还是没有足够的人手来采摘 澳洲果树行业协会预计呢 种植业人口劳动力缺口是2.5万人 可能会导致水果产量下降17% 所以在未来呢 圣诞节期间预计价格还会进一步上涨 当然了不同种类类的果树涨幅可能在5%到35%之间 相比于蔬菜价格基数比较小 大家可能体验的还不是特别明显 但如果是累积到一年的消费里面 那我们额外付出的资本金钱 像要比去年多很多 那么到这里呢相应关注的股票 包括澳大利亚的CJC World Wars和COS三支公司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 想要了解更多市场相关信息 请关注我们的频道 点赞订阅 感谢大家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